我跟你講男生在講話 真的可不可以大腦想一下 視妳的 視我包的湯為無物 你知道因為女生 就是我們會下廚給妳吃 也就是因為就我們的心意 我們愛妳這一個人 關心妳這個人 我們才會進廚房去準備 想為妳做一點什麼 對 而且做飯其實是一件 非常繁複的事情 要切菜 洗菜 燉 洗一大堆東西 做完了還要再洗碗 沒錯 然後我之前交一任男朋友是 因為那時候是冬天 然後我就想說 因為我自己喜歡喝湯 所以我就 那每天我就換一種湯 給他喝什麼排骨湯 各式各樣排骨湯 各式各樣雞湯 每天中午開始就看那個食譜 有什麼沒做過的 都做一遍給他這樣 然後某一天中午他就打給我 他說 欸你今天晚上 不要再做任何東西 我說怎麼了 我說不好喝嗎 他說沒有啦 晚上我帶你去喝一家 那個什麼台北市有名的雞湯 我說喔好 那不然你去喝喝看 然後那一天去之後 就是在那邊咬他嘛 咬他一喝 他那種樣子是那種 驚為天人 你知道嗎 你還多討厭 他就說 他就說 是不是跟你講很好喝 我以前喝的都是水溝水 對 對 你一口油 你這就講你的店店喝就好啊 他就說 我沒喝過滋味這麼好的雞湯耶 你自己喝了 你有沒有也這樣子覺得 那你不會做的都是曬 都是噴就對了 我那天超生氣 然後我都看到我說 所以平常我做的 你都覺得很難喝嗎 然後他說 也沒有 我說 但你好像也沒有跟我說過 好喝 然後說就 不錯啊 你就說好喝 這一件事就解決了 那為什麼你還要去補內 就好像 這好像你這輩子 都沒有喝過那麼好喝的湯 那我每天在那邊做是 是在做什麼意思的 對啊 這種就很讓人家不舒服啊 他有沒有可能想說是 他特別精心找的一家 沒有 我跟你講就算精心在找 你男生還是不可以跟另外一半 這樣子講 他以為他自己在錄美食節目啊 要不然我們幹嘛 每天在那邊煮一大堆東西 來那邊翻食譜啊 那這樣豈不是白忙一場嗎 我真的覺得做菜做久了 還不如真的就點外面點一點 對 你說不好吃 你不想吃就丟掉丟掉 反正也不關我的時間 對啊 我們如果自己用心去做的 真的會受傷 會受傷 你知道那一次講完之後 我就從此再也不幫他做任何菜 我老婆每天都會幫我女兒 就是做早餐 那有一次就來不及了 好 因為我女兒也晚起 那怎麼辦呢 只好到我們家對面 有賣早餐了 就買個三明治 美兒 然後我女兒就帶著就上校車 在這之前 她沒有吃過外面的早餐 她在車上一吃 這樣也不會說謊 原來三明治是這種滋味啊 都有加那個不健康的美乃滋 都有加那個 很天肥的那一個 沒有 我們不會加這種 沒有 媽媽不會加 沒有 媽媽不會加 健康的 隔天 媽媽又早起在那邊坐了 我女兒說 媽媽 不要那麼辛苦啊 我們就對面買就好 好會談話 我叔老婆說好 但是我知道她頭低低的 其實是有點小難過 當然她也壓抑自己 不要跟小孩計較 對 對不對 那我看到了 我知道這個事會釀成大災難 對 對 所以我也是忍耐 忍耐那個等到小孩那個 下課放學了 媽媽在洗頭髮的時候 爺爺 不管怎麼樣 你還只要堅持吃媽媽的 可是 爺爺 救完爸爸的命會很苦 麻煩你爺爺 救爸爸一條命 真的 不然怎麼辦 對 你知道對媽媽多大的傷害 如果從此以後 每天她都說要吃對面的 對不對 對 而且你做得要死要活 你最後問她說 你今天想吃什麼 她都說麥當勞 對 你就是炸雞粿 她吃得最爽 對 你知道媽媽的精神寄託 就是 她有這麼一件重要的事情 她覺得對小孩是很重要的 其實她早早睡 然後只為了說 5點半就起床 對 然後幫小孩弄 然後看著小孩帶著她的早餐 然後高高興興地上校車 如果這個感覺沒了 哇 她媽媽會很難過 這就好像我小的時候 幫小孩在家裡煎漢堡 我們就想說 這是比較健康 自己用牛肉啊 煎漢堡什麼 我的大女兒大概是二年級 才第一次吃素食麥當勞 第一次 然後她那天就吃了那個麥當勞 然後 原來 妳怎麼吃這種滋味啊 媽媽 我聽人家吃麥當勞 我不知道這個就是麥當勞 這個M就是 我的天啊 她這一輩子好像 我想說 我像那個 每天在那邊家工廠一樣 又打那個牛肉 又打那個牛肉 又接那個 然後想說 我的心就整個這樣寒了 結果她下一句還講什麼 我愛你 對 然後我想說 好 算 以後就吃麥當勞好了 都這樣嘛 我就跟我老婆講說 隨著小孩越來越長大 妳這種心碎的時候 很多 或者這種事情會更多 因為 她不讓小孩吃外食 所以牛排也是自己煎 對啊 那有一天我就帶了 那個我們在聖童 你不要笑 是真的 人家招待了牛排 然後也剩滿多的就帶回來 我女兒切一口一隻 爸爸 原來 沒有 我們小的時候 我還餵小孩包菜肉餛飩 自己包菜肉餛飩 有一天有人送了一包 九茹的蝦肉餛飩來 然後我想說沒時間 我就幫她煮九茹的 媽媽 這不是妳做的 這是九茹的餛飩 這是 從好是因為味道很重 來 真的很傷心 心碎一滴耶 真的 真的嗎 人家說說什麼話 讓起碼心裡不舒服 丁潭蝦什麼呢 說不定人很厲害 覺得 妳就是垃圾 我會啦 我的東西都是垃圾 因為 我們最近 每次直播都被罵 說我們家 東西很多 妳有罵 她每次只要廚房煮飯 下面都有一堆酸餅在罵 罵姐媽 我們的抽油煙機上面 也是堆東西 沒辦法 我們家 33坪 靠到公社才20幾坪 我自己睡的地方才3坪大 恭喜 她現在要換大間 對 恭喜 她很大 就是要 進出的時候約一下 所以大街的我更火大 因為 他們夫妻兩個 鐙輝跟姊姊 輪流 最近都在搬著 我們打包 我跟我想 媽媽 妳的東西都是垃圾 妳不要帶上去 我都在這裡 然後鐙輝就說 媽媽 我跟你說 她比較含慘 妳如果沒用 妳盡量都不要拔掉 妳如果要丟掉的 好 我馬上效勞 我說 我告訴妳的東西 都是寶貝 然後換我孫子來囉 阿嬤 我跟妳說 剛才我們爸爸要出 告訴她 妳的笨繩 不要拿去妳身處 妳的東西都在吃些什麼 為什麼他們會認為是笨繩 也沒有很多 就是後來打包 是六大袋的衣服 那滿多的 衣服六大很多 都是自己的 都是我的 那妳還有廚房呢 妳廚房那些鍋子 整個堆到天花板 那廚房每天都要用的東西 可是妳每個都會用得到嗎 好多 可以簡化 對啊 幾乎很 會用的就量的兩三個 對啊 找個問題真節點 那真的都是垃圾 就把它丟掉 我跟妳講 現在妳要斷捨離 妳不要雜七雜八 因為人年紀越大 會堆越多 對不對 就趁這一次搬家 換大間家的機會對不對 該清了就把它清掉了 後來他們全家攻擊我 我就發現 原來我是家裡 最大的垃圾 對啦 如果能丟他們 可能也會想爸爸幫妳丟掉 結果不能回收 這樣玩 就怕沒有人家回收 我也覺得快樂 因為孩子都大了 妳會不會覺得自己 慢慢沒有利用價值 對 會嗎 對 我想要去回高雄的家 妳不要這樣講 這樣我們會難過 我知道琪媽的心態 琪媽這十年來 把她的生命 生活都奉獻給 黃鐙輝跟其他幾個小孩 然而現在小孩一個一個大了 也不需要琪媽了 對 琪媽窩在家裡面 開始慢慢地變成一個 角落生物了 還不然她要保持她的東西 我要哭了 然後存在感就越來越低 妳知道人有利用價值的時候 當然對妳好生好氣 對 漸漸妳沒有了 妳變成 寄生蟲 妳怎麼會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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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 好哭了 琪媽等下真的 買高鐵下高雄 她講到重點了 這幾組都是為玉琳哥社的嗎 每次我們水電會來 琪琪就連 不是很開心了 就這樣拼了 我們這次水電會 七八千 我就想說 水電會關我什麼事 要不是只有我一個人在吹 我說妳人也在吹 妳人也在吹 整家人都在吹 妳為什麼各有講這種話 啊沒有啦 我想說妳比較在家 應該都是妳吹的 我比較在家 會難過耶 對啊 就是有一個OS 可是這幾女兒 要是媳婦我就給她巴了 對啊 不知道她是妳女兒 琪媽就是很誠實 對 對 如果是媳婦她就 妳不要回高雄啦 對不對 妳要想我 對啊一定的啊 白面的 白面的 這樣我說不要回去再一個辦法 玉琳哥家有很多房間 妳可以去那裡 不方便 不好意思 妳還有空房子 空房子也可以給她出發 我還有一些姑姑嬸嬸要來住 那我要把妳的六大袋送到妳 不會啦 他們開玩笑的而已啦 沒有真的希望妳回去 我覺得他們應該要希望 因為我們黃泰 真的假的 妳走心了七八千 真的 我們老大今年要國三了 她都住校 那老二也要國一也要住校 就生一個小阿寶 就是 阿寶幾歲現在 阿寶一年級 一年級還需要 那妳還可以續命很久啦 我現在靠阿寶活下去 阿寶 阿寶 阿寶